我建議各位可以多多使用,因為它不用錢 而且目前還沒什麼流量限制 我之前遇過的問題大概就是一個班上可能有七八十、九十個同學吧 同時存取它會出現超過使用上限 不過一般狀況應該很少啦,大概60個以下應該都ok 而且download的這個檔案,像之前上課就是一個班全部人都去抓Eclipse 也沒有出現狀況,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一般的Server可以負荷的 而且它也沒有發警告信給我,說你這樣子一天就給我抓了 一個Eclipse就多少,我至少打包起來大概就快1G 那如果有50個去抓的話就50GB 50GB不得了了,你瞬間50GB,這以前如果在機房直接爆掉了 這個如果去租用人家的頻寬的話,這個馬上爆表了 所以這部分當然,可是Google到目前為止 它沒有因為這樣子,它跟我要索取額外的費用 所以這部分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新增試算表,新增表單 甚至文件啦,簡報有些我會直接 我如果在一些電腦上面沒辦法去放簡報 我剛才直接在上面,Google簡報上也可以直接來用 另外的話還有繪圖,就是我們要做的 你可以新增一個繪圖之後 然後再把圖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的話呢,再發布 一樣有發布,我剛剛隨便拉一個圖 然後這個圖可以把它放大縮小 還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所以它是很厲害的 等於以後是不是線上的Photoshop版 沒有那麼多啦 不過基本的編修功能都可以雲端處理了 那你就當然就不需要再去額外再去找一個簡單版的影像處理 你就把它傳上去也好 或者是說你可以複製貼上 我剛剛是從 我的其他影像然後複製 那最後的話你可以把它發布,這邊一樣有發布 發布到雲端對不對 會產生一個什麼 會產生一樣一個網址 就這個網址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png檔 那你直接怎樣呢 把這個網址改過 就是改哪裡呢 改這個地方 直接把它貼上去 我們本來那個圖檔的路徑把它改一下 改完之後的話 我直接在我手機上 我把它save之後 看到的就會是 我剛剛的那個圖檔沒有問題 所以這邊看到的 按下讀取有沒有 改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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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整了